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要求把順德的所有文化風俗活動 全部弄進去 《順德,找人授花》是這麼現實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不肯做授花 以前是受了一些基本上的老大 在淳德,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鳳獸大廈 很多學生都只是當時看著 實際上真的做得很少人 都不少做 這是很麻煩的工作 先天要跑山區 不是找他們淳德做的 以後在東地,在山區東地去搞 廣獸、雙獸、蘇獸、淑獸 一起並稱為中國四大名獸 民國時期以前的淳德 家家戶戶都有人識廣獸 據統計,十九年前 在北教、沙教一帶 仍然有三、四百人從事廣獸 但是到了今天,在淳德 唯一經營廣獸的廣獸大廈裡面 只剩下二十多位受工 認識廣獸的人越來越少 堅持致力於廣獸發展的人 更是屈指可數 已經年近七十古期的鄭乃謙 就是其中一位 這件事真的順得保護館很慘 其實我自己入控都是很被動 我不是早前做獸花的 我只是二十幾年前 二十六、七年前 排列這間廣獸本壽花 只不過是 我希望來到一個地方 我做好 我想 你一輩子會有第二個職業 現在都這麼大年紀 因此 應該說是 很難說什麼感情 但我將它做一種樹葉去做 被動入行 鄭乃謙卻成為了那個 堅持到現在的人 對於廣獸的感情 他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表達 只是會每天對著他 付出自己的心血 自己的青春 1982年 鄭乃謙帶領團隊 憑借秀品百鳥嘲諷 獲得國內工藝美術最高獎項 百花金杯獎 直到2007年 鄭乃謙帶領的富德工藝品 發展成為全國售品出口的老大 中國消往歐洲的首獸披肩 七成來自順德 當年 他將廣獸披了在世界的肩頭 但是 2008年 歐洲遭遇經濟危機 廣獸的出口遭到重創 這幾年來 鄭乃謙吃了不少虎頭 這個金融危機的打擊是相當大的 實質壓力就會大 但輸上的壓力就不會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低曲的時候 也有過風的時候 只要我們有信心 能夠捱得過低曲 你就有過風的機會 現在應該這個不認識 是向上的認識 雖然對廣獸出口的復蘇 鄭乃謙抱著信心 但是幾年下來 鄭乃謙說自己頭髮 都比以前少了很多 因為自己需要想辦法 如何在出口不得的情況下 保住一群手下的收入 這陣子 他做出了一個矛盾的決定 我們以往計 就很禁忌人家 模仿我們的產品 因為這個工業 最大的通便 就是仿助人家的產品 來銷是 侵權最多的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一調都不買來銷 但是2008年 看到歐洲經濟危機這麼嚴重 整個市場非常冷淡 非常嘴唆 非常沒有信心 就是盡口相計 因此我們考慮到 不可以將雞蛋放在同一個籃主 必須冒險走來銷的路 哪怕它是透過的 哪怕它侵權 都要謀這個風險 2009年 國內第一家廣壽莊出現 以前買開國外奢侈品的國人 在國內市場上第一次見到 中國自主、國際走紅的 中國奢侈品 真面目 現在 在廣壽莊 我們不僅能夠見到 以實用壽為代表的各種披見 還能夠見到 富有順德特色的欣賞壽 實用壽採用的是雙面刺壽 正反兩面一樣精微 可以洗水 用的年份越內 壽品越美 而欣賞壽就需要裝表起來 謹供欣賞 在國內市場需求特別大 雖然冒了很大的風險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 鄭乃謙的這次轉型非常成功 全部都是用多數語言協助的 但後來經過兩次升級 現在已經是用四艙來操作了 它有個好處就是… 最能夠體育 烏魯的尺修工業 和現代科技相合的 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保留著手工尺修 但是… 我們用電腦計算成功 計算用料 有多多好處 因為這個全中國 只有一個 只有我們 我解決後 Battle & Gloria 不用 Confighip 盒理 A backgrounds 這隻 炒灸 刷隙 還有一部 炒灼 最关键的 延续了几千年的广秀 在郑乃谦的手里面 实现了和现代高科技的融合 可能这个就是广秀 得以发展到今天的秘决之一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操作过程 其实暗藏着普通人 看不出的商业机密 郑乃谦再过两年就七十岁 他很早就考虑过事业传承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子承父业 对于郑乃谦却是女承父业 我的女儿认识西班牙鱼 认识英语 她是被吸尽英语的 其实应该是因为 原来已经被吸尽英语 然后回来之后 看到都是西班牙客都 那她又专门去国外 学了一年西班牙鱼 然后我去12年西班牙 那她吃了 郑乃谦这对父女兵 现在在西班牙 是出了名的拍档 她不担心自己的事业 没有人传承 但是她很担心广秀事业 无法传承下去 广秀的传承不是一个人的传承 很多人不以为广秀的传承 就是书府大徒弟 其实广秀是一个非常普及的工艺 因此她曾经以前整个社会充殊 在青岛的时候 差不多所有的女人都会接受 因此你说谁可以传承 这么广阔的一个群众活动呢 是没有人可以一个人传承 或者一个人教人来 传统性都不是一个人的事 这是一个困体 一个整体的活动 因此我们觉得广秀要传承 我们必须是在社会上的 大家一起来做的 枝以恒难 文化的传承更加是这样的 我们有意识地传承 并不意味着文化就能够保留下来 因为时代的变迁 总是会有文化被围望 如果我们的市场像印度一样 很多人用的话一定可以破传 比如南欧洲地中海鸢罗 他们现在很多地方都用瘦花匹建 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有这样的市场的话 一定可以传承 但是又看另外一些地方 原来是用瘦花的 现在不用 原来他练络的那一段瘦花的 但是现在年轻的瘦花完全放弃 假如听着我们走到这样的地步 可能就无所谓放手到时候 所以你说能不能够穿身入血 那些胜败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我看来都是一半对一半的 因为担心广受的传承 郑乃謙每年都安排瘦工 开几次培训班 培养新人 但是经常收效不大 过过来先 过几万多 那一段就 原来先去公居 每天原来先都会公居 刚刚学一年两年 刚刚基本工是会 但是还没够很快的 很多很多 不快就肯定赚不到钱 所以很多都是来一下就走一下 实用秀 广东的应该住在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当人不让地做好实用秀的串刑 是我们的责任 怎样做呢 我觉得生产性保护 是最有效的 另外工一性的培训 也都是特别有效的 生产性的保护 你可以集合很多人来做这件事 另一方面 你工一性的培训 可以使很多人了解和喜欢 你广受这种东西 因此你无论中 就是在哭养着自己的市场 收入52万8千元 郑乃謙的人生 几十年来没有离开过次寿 他万条思理的性格 就像广受一样 万公出世了 最近中国次寿专业委员会成员通过选举 郑乃謙当选为主任委员 这是信德第一次掌管中国次寿大旗 期待在未来郑乃謙能够授出更精彩的人生 千里之幸始于足下 实际上我们必须要 你可以看得远 你可以做千里之幸的准备 但是你必须冲脚下 好像一步一步的 不要以为一出来 就可以生就大旬业 不要以为一离开学校 就可以买房买车 你必须实际地做意 只要你努力 一定不要生质 一定能够有生长